各位朋友晚安 歡迎來到哲學新奇目 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解決跟台灣目前現行的法律有關 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看的主題是國際法 國際法第十九條自從2016年開始 12月開始修正以來 有一些令人有爭議性的規定 這樣的規定可能會製造一種 台灣未來新一年在國際上的真空狀態 那今天活動開始之前 也要順便感謝法律百花文運動 他今天幫我們一起求化這個活動 這麼精彩的講座要感謝法律百花文運動 所以請在座 如果有朋友還沒有關注這個法律百花文運動 直接在臉書上搜尋一下 並且關注我們在法律百花文運動 當然還有自學新奇目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談國際法第十九條 這條法律其實在2016年12月的時候 重新修正過 那這個法律有一個爭議性就是 它對於我們台灣的新移民 新助理的身份 也造成某種程度的不確定 因為在法律上揮範就是 如果以後被發現到你是假結婚或假收養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沒有任何的期限限制 就是會撤銷你的國際 所以對於台灣很多的新助理來講 這都是一個潛在的一種威脅 因為他們不知道哪一天突然有一個 有他人構陷或其他陷害的可能性的時候 他的國際就此就蒸發掉 那蒸發掉之後 不代表他就可以順利回到美國 因為他在台灣呢 你必須要規範台灣的國際 你必須要撤銷你之前 你必須要取消你之前的國際 所以這些移居在台灣的這些新助理 新宜門 他們就被迫成為一個國際人群的狀態 其實對人群是很大的剝奪 那我不知道當初為什麼在立法院修正的過程當中 沒有提出認真的抗議 那所以我們知道事後做補課的工作 希望能夠重新引起我們社會的助力 希望未來法律的修改 能夠往後程序再調整 那我們今天不浪費時間 我們先請我們東部大學法律系的范老師 來先跟我說明一下國際法 他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十九條造成這麼重大的爭議 一起掌聲來歡迎范老師 今天觀眾的主持人真的非常感動 很抱歉我今天沒感到 我覺得聲音有點不是很好 希望不會傷到大家的耳朵 然後首先我要先感謝法律法康文找我 那為了榮耀這個偉大的組織 我今天會很盡力的法律法康文 就會把話講成非常白話這樣 然後南洋傑北位置是我非常欽佩的團體 我非常就是崇拜他們這麼多年來 就是為了台灣的吸引 讓台灣這個社會變得更好的地方 而做出非常多的努力 然後感謝今天一配相職義 抽空過來做理台 然後再來哲學星期五跟複哲咖啡 是我目明已久 但因為我沒有非常哲學 所以一直沒有接觸 那非常感謝今天他們促成這堂演講 好 那我要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之前其實在當駐教授之前是律師 然後後來我拿公費 教育公費出國唸書 那我公費的那個學人就是人口移移民 然後我去美國就是專門唸移民法 那就是從川普上台之後 大家都知道移民法變成一個更熱門議題的呢 那其實今天的題目就讓大家知道 台灣一部黃朵納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直接進入主題好了 我們先來看 移民國籍法第十九條 怎麼訂定的 好 這個是舊的法 其實第十九條就是規定 行政機關怎麼樣可以撤銷一個 他已經給了規劃的資格 他就同意你取得台灣國籍囉 他要怎麼樣可以撤銷 這個撤銷的規定其實是十九條 是在八十九年修法 就是兩千年修法的時候才出現 那原本的十九條非常的簡陋 我就講像這樣而已 然後規劃 喪失或毀復中南國國籍後 五年內發現由於本法 就會一復合的資金 因與撤銷 那你光看這個規定 五年內發現什麼意思 就是實務上的爭議 指的是什麼 五年內發現 那需不需要發現後 五年內撤銷呢 如果五年內發現之後 我放了十年 我看這個新住民不高興 我再把他的國籍撤銷 這樣子可不可以 這個在司法上就有提起爭議過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陋的條文 另外一個 他說五年內發現之後 因與撤銷 那如果五年以後才發現 是不是也得以撤銷 這就不清楚了 他是不是主管主管 還有一個機會 做這個改變的動作 只是 所以這個東西是 課演主管主管的意義 但是並沒有加進 他權力行使的限制嗎 所以這個條文其實定的很不好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欸 十九條在 2016年年底 修法的時候 就提起了很多討論 那時候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就不曾出現 十九五項 我這邊只有放前三項 第四項跟第五項 因為是關於人生查會 一個刑事組織的關係 比較不重要 所以我們就要討論重點 所以我們又放進來 前三項 第一項就是我們要講的 他是從剛剛舊法的十九條改變過 簡單講就是說呢 規劃 規劃喪失或回復中原國籍後 除一 第九條的第一項 第二個就是 你沒有喪失原國籍的規定 因撤銷其規劃上去很晚 內政部只有 於分化 只會一定不合志慶行期 兩年內得於撤銷 這是第一個除刺期間的規定 所以當內政部知道他可以 他有可以撤銷了事由之後 他必須兩年內才去行動 否則他就不能開始行動了 第二個處置期間是 五年的處置期間 可是其實那兩年這個處置期間看起來好像 欸 原來那五年少很多 但其實裡面真想 它就是行政程序法的規定 現在這個地方本來就有兩年 只有可以撤銷的情勢 兩年內必須要撤銷的那個規定 所以他只把他成活化放在這邊來 為什麼要放在這邊來呢 因為以前的舊行政機關會說 國籍法十九條是幹嘛 是個特殊規定 所以排除了行政機關會兩年規定 所以他只是把它放進 也不算是不過慷慨的手法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五年是絕對的處置期間 意思是 以什麼時候起算 他取得國籍之日開始算五年 如果沒有撤銷的話 你就不得撤銷 所以看起來這個規定應該是對於 新出民來講是個好的規定對不對 是個游秘的規定 好死不死就出現了第二項 第二項是什麼呢 他就開創了一個第一項的例外 他說 他說 經法院決定判決任期通謀為虛偽結婚或收養 而規劃覺得中華民國國籍的人 換句話說 就是俗話說的虛偽結婚假結婚 如果也是假結婚假收養 你覺得中華民國國籍的話 不管這件事情主管機關多晚發現 十年發現 二十年發現 在台灣生活已經三十五年了 我發現我一樣可以撤銷銷的國籍 而且不論我知道這件事情 我壓下多久再裁出行動都沒有關係喔 所以虛偽婚姻或是虛偽收養 要上銀號下銀號法 因為人選這樣 就是表示這個字經過特別定義這樣 虛偽結婚或虛偽收養 這個東西 他不受前面撤銷全民心事的限制 第三個 主要是講說 如果要撤銷的時候 該召開一個審查會 然後保障當事人陳述意見的機會 但是又多了一個例外 一樣大家請看第二塊 經法院確定判決 一樣虛偽婚 虛偽結婚或是虛偽收養者 也不受這個審查會的保障 所以這個都是2016年12月21號收養定的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是偷謀虛偽結婚 其實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很重點 他不但不受除之之間的限制 也就是不受除之間的保障之外 你也不需要讓他召開審查會 或者是聊聊一天的機會 那我們現在討論一個東西是 其實你認真看的話 這個修正還是有好處的 跟原來的舊版比起來 因為修正之後你會發現 根據類政府的統計 過去的幾年來 其實在89年的版本出現之後 被撤銷國籍的數量 大概就是維持到市值 個人一年以下 或是個位數 然後過去三四年間 也就是2016年修法之後 大概是一到兩個 所以你會覺得說 欸那好像被撤銷國籍 影響到的個人並不多啊 為什麼這是個這麼嚴重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就要討論 其實這規範的存在 不在他的數量少 就表示沒有受到影響 而是規範存在 產生那種賀阻作用 這個賀阻作用 會去歸制到 所有新住民 新住民 新住民婚配 新住民女性 的每天生活的選擇 他要怎麼經營他的人生 這件事情是非常 嚴重而法 條文針 可能看不出來的 好 那到底怎麼會定成這樣呢 這就很奇妙了 其實你會看到 當初在19條定的時候 國籍法結果 要在2016年年底做修正的時候 有序序多多的版本 都湧入了國籍法院 然後當初呢 你看這條定的這麼不好 首先 什麼叫於本法之規定不合情形啊 你不覺得這看起來很大嗎 本法就是國籍法 國籍法有多少條文 大家知道嗎 非常多的條文 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 不確定法的概念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不合情形 在發生十年是什麼時候 如果他是在已經規劃之後 被認為發生了 跟本法不合的情形 那可不可以撤銷 他懂我意思嗎 如果我因為 你知道我結婚 因為結婚取得了國籍 結果後續的發生的事情 被認為這個婚姻不合格 不應該讓這個人被規劃 那你可不可以撤銷 原來不該嘛 因為我那邊講什麼 本法 你應該是看這個規劃 當下 這個人合不合格 他合格他就應該獲得了中華民國的國籍啊 而不是看他獲得國籍之後的表現 這又不是個試用期 這又不是個實習期 所以原來應該是這樣 但是他只有講 與本法規定不合的情形 就可以撤銷了 所以他有很多不確定法律概念存在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不合情形發生十年 到底在什麼時候 所以你會發現在那時候 立法的時候 吳玉琴等立法委員 那時候就提案說 把這個與本法規定不合情形 要限於提出規劃申請十 如果有 與本法不合情形 但最後沒有回答而已 為什麼呢 不懂 另外一個是 立場委員在提案的時候 他會把這個 與本法規定不合情形 嚴重者 得 加以撤銷 這個嚴重者也被刪除 可嚴重者是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是配合後面這個審查會 跟陳述意見之機會才有意義啊 不然你審查會跟陳述意見之機會 要提供是什麼呢 不就是讓當事人去描述他個人的情裝 個案的情裝跟法條規定為什麼 需要被額外考量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測審查會裡面發生的功能 就是非常形式而沒有意義的 雖然法條他前面定義是得撤銷 意思是出本之外 有一個不撤銷的空間 可是大家可以想像 主持人出來這樣怕犯錯 他不敢說 這個個案也會讓你撤銷 這個個案也會讓你不撤銷 這種情形是非常難的 而你不應該期待這種法外空間會發生 所以其實這台普遍的就是一個問題 第三點 所以我們用上引號下引號 主要是這個我們要認真的討論 經法裡面確定判決 任其為通通為數 為結婚或收養為規劃 非常擾凹空 所以我一定很難把它講好 這個東西 這是十一個字 第三個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 好 那在進入這個重點之前 其實這個經法 我用確定判決這個字 它不是罪字跟榮字 它是在這次經法過程當中 就是2012年的修法過程當中 很多對移民友善的地位 很認真的去爭取來的 經法院確定判決 為什麼那很重要 我們等一下會提 為什麼經法院確定判決 沒有經法院確定判決 直接說任其通謀 通謀虛為結婚或收養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會討論 但那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這個 暈跟法規定不合情形 到底有多包山包海 這個包山包海的地方就在於 國際法當中 反正就規劃要件當中 很多不確定 比如說 什麼叫做不良素行 什麼叫做 平靜不端正 什麼叫做足以自立 生活保障於大學畢業年薪月薪兩萬二 這樣算不算是生活保障於 如果要出來排隊的話 甚至有一個很妙的地方 合法居留幾年 大家都知道說我是一般規劃 他是合法居留五年對不對 特殊規劃合法居留三年 這個合法居留四個字 請問你們有判定是合法居留 有請來判定 由入出國籍移民法來判定 是不是合法居留 還是你只是假借合法的外關係 上不合法居留 那你如果看到入出國籍移民法 你就會發現不確定法律概念更是 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只要開著這個 與本法規定不合情形的話 這其實是個定的不太好的法條 然後所謂與本法規定的不合情形 來看這個範例 例如啊 就這個國籍法第四條 特殊規劃跟一般規劃 內政務就定了一個原則 今天是給大家一個法律本號文版 所以他的內容 不是完全白這個原則文字 讓我把它改成比較好懂 然後也塞著下一張包包這樣 好 首先他怎麼去翻譯所謂國籍法當中 所稱的不具婚姻真實喔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些當中 其實幾乎是不能夠判定 他是不具婚姻真實的 最多你可以說什麼 他是一個不太完美的婚姻 不太協調和氣融洽的婚姻 但不是絕大多數婚姻都是這樣嗎 所以比較有趣的是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新住民的婚姻上 他就變成一個不具婚姻真實的東西 那更有趣的是 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像第五項 第七項跟第十項 國人配偶無法養家 或是國人在台的家人 換句話說就是新移民配偶的婆家 如果他婆家人不知道他結婚 或是沒有看過這個媳婦 這樣子也算是你去未結婚 另外這不就叫做 他老公跟他原生家庭不是很融洽 這為什麼你可以怪在新移民的配偶身上 再來 夫妻一方喔 不是雙方 一方承認虛偶結婚就可以了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方 這個就叫做離婚啊 我後悔了 我後悔了 所以我就說離婚 那實務上 其實我問過 就是一些檢察官的朋友 陳曼接案件的 但他們都是 他們就有他們的手 他們很睇智 他們就是直接一起訴 然後退回接案件 然後先生就會呼呼呼好來說 說欸我要自白 我是假結婚 我跟我太太結婚 那你問到最後 他就說欸 那你為什麼結婚這麼久 你才說假結婚呢 就是說後來聊到最後 檢察官就會說 他突破他的心房嘛 然後他的心房就說 他的太太想要小孩 他的太太不想要小孩 但他想要小孩 那他因為為了 他想要生小孩 所以他就覺得 那我是假結婚 然後另外還有 甚至生過小孩之後 他還說是假結婚 假規就更疑惑了 你都生了小孩 假結婚怎麼會生 這小孩 他說這是性交易 他說這個是性交易 那不小心他就懷孕了 我也沒有辦法 小孩就生下來 他養了很久 這就是更奇妙的一件事 但這就是明顯的荒謬的 不起訴的案例 可是夫妻一方承認 虛惡婚姻 就可以讓這個婚姻 變成假結婚 甚至認定是比 幹嘛 你要宣告這個婚姻 自食無效 名法上面那個 還要更寬鬆 所以我們會想非常多 第六點 外資配偶如果 地結或維持婚姻關係 警示會要打規劃 國籍的目的 這個東西有沒有值得非難呢 我今天的最後會討論一個東西 叫做多重移民意圖的事情 我們就會探討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對照感 比較平清不端正 平清不端正 有下面這些室友都足以認定 一個人平清不端正 而不值得成為台灣人 不值得擁有中華英國國籍 但是你認真看起來的話 這些室友 即使在台灣 你不要講法律上的非難性 即使道德上符合非難性 很多人都會有所爭執 就覺得這不一定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這也許有背後其他的原因 所以你用一個在台灣社會 本身都沒有爭議的道德價值觀 去框在一個規劃事情人身上 認為他值不值得成為台灣公民 這是一件很值得討論的事情 好 再看完這個 與本法規定不合情形 這幾個字的問題 我們再來看今天的重點 就這個 經法律律判決 好累喔 就是 虛位結婚或收養而規劃 這個東西有什麼問題呢 立得不好在哪裡 這個東西其實 你如果認真看的話 在當初要修法2016年的時候 沒有任何一個版本 連行政院版本都沒有提出 要把這個當成一個例外 排除除去時間的規定 但是你很神奇的就會發現 突然二提的時候就出現了 然後就通過了 不知道誰提的喔 沒有人提 然後就過了 但其實在那邊看修法的情形的話 這種情形蠻常發生的 就是不知道在哪裡 很多人去協商 然後這個就出現了 唯一你可以看到官方提出來的 類似加入這個第二項跟第三項 排除除未結婚的正例 或是正當性例 就是在委員會審查過程當中 婦政司長張婉儀 他有提到這句話 他說其次有關第二項規定 主要是正確用虛偽結婚 或是處理事後 簡單請看換句話說 是他唯一提供的正當化理由 如果有人用虛偽的手段 來取得中華聯合機 我們就一律予以撤銷 時間上不受前項的限制 你厲害喔這個字 法力巴浩文叫我一樣用 笑話 如果有人用虛偽的手段來 我們就一律予以撤銷 時間上不用 不受前項的限制 你不覺得他假毛在迷你撤銷 來了嗎? 寶福了 因為他很虛偽啊 既然虛偽我們昨晚撤銷他 都沒有關係嘛 也許有人會這樣講 他說他用了假手段 來做這件事欸 難道不值得非難嗎? 難道他應該要享有明明的利益嗎? 這是一種相放 但是 首先第一個層次就是這個 他是不是理所當然的意外 假設他真的是虛偽婚姻好 真的就是從頭到尾 我就是為明明的利益 來做的虛偽婚姻 這個撤銷是多久以後 我們不是說無限期嗎? 不只五年 十年、十五年 那也會繼續有正當性 如果一個人 在台灣生存超過五年 這邊是一定超過五年嘛 所以我們知道他為了第一對不對? 他一定超過五年 其實是更長 因為他必須要居留 三年到五年之後 才可以規劃對不對? 婚姻的話是三年 所以他至少在台灣 生活了八年 投注他的青春跟時間 他必須要存活下來 他能夠自立 他投注他的時間八年 你覺得這個人 還沒有辦法證明他的值得性嗎? 這是一句 而且不能犯任何的 要是品性端正喔 然後不能有犯罪紀錄 這個人他還不夠證明這件事嗎? 如果你反正想 有些人是生下來 他可能就有重量多過程 但你不見在台灣這個生存 超過八年的時間 除了回來看你生之外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不是在排除那些人 不具有正當性 我只是意思說 你相較之下 你真的覺得 這樣的撤銷 具有很大的正當性嗎? 甚至其實你看一下 引引法國外的討論 就會告訴你 時間其實也許 是個判決 這個公民值不值得 更好的判決 而不是其他 細諸與他出生時的偶然情形 爸爸媽媽是哪一個國家的人 這是出生地 你在哪一個國家剛好出生 你在飛機上出生 那在哪一個領域 你畫些畫在哪一個領域 你從來都沒有到那個國家過 你只搭飛機 前往那個國家的圖中 你就變成那個國家的功能 這不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嗎? 但這個人投注的他 也不是很清楚 通常是青春啦 你很少看到有人90歲 然後明明要 明明要另外一個國家 他人生最精華的時間 在那個國家裡 他被撤銷 請問這樣的撤銷動作 是不是出了真當性? 那我們再看第二 第二是今天要討論 對大家的例外 這個所謂虛偽 什麼是虛偽 什麼是不虛偽 什麼是真實 這個認定在實務中 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們今天主要會講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誰來認定 我們不是說法院確定探訣這件事情 是各方對民間友善的立委 在審查過程中 拼命去爭取來的 第二個是 這個虛偽 爭取來的 所以到底最後有沒有時間 是不是有法院來認定這件事呢? 第二個層次是虛偽結婚 法條上講結婚 結婚 結婚感覺上應該就是 結婚登記生效那一瞬間 對不對? 哪一天結婚 哪一天登記 你有法律上的結婚的效果 之後 那個時點是不是虛偽 應該讓人來判斷對不對? 可憐法實務上 從來沒有人這樣判斷 你沒有辦法用那個時點 兩方式去真心真意的想要結婚 這件事情來判斷 有一個非常非常多奇怪的判斷方式 包括婚禮啊 新娘啊 婚姻 什麼意思? 虛偽的婚禮嗎? 還是虛偽的新娘? 什麼是虛偽的新娘? 還有虛偽的婚姻 這是一個認定時點的問題 那我這邊有一個人說 比照美國馬 美國馬的很久很久以前 19 平常很久 1960 1980年前 但這邊很多人都1980都沒有出生 所以這是令人傷感 所以是很久很久以前 1980年之前 美國曾經有說過 這個認定時點他們抓兩個點 一個就是結婚當下是否真實 第二個他們什麼是share marriage 就是我們講的虛偽婚姻 第二個抓的是什麼? 抓的是 你申請移民利益的時候 比如說你想要規劃的當下 你的婚姻還可不可存活 是不是發生什麼意思? 如果這時候你婚姻已經 你知道搞命死灰 你還想要依據這個理由來依親的話 他們覺得政治上沒有道理 因為美國已經把他們認為 我就是讓你家庭團聚的 那你這時候無所謂團聚 你就應該不要申請 但他們從來沒有把這個認定時點 推到這個時候 結婚後歸婚後 發生了事情 這是規劃後五年十年一輩子 我都會觀察你的婚姻 有沒有哪一天成為一個 不是那麼完美的婚姻 有所瑕疵 然後我就說 啊你其實是虛偽婚姻 這是另外一回事 然後1980年後 後面這個就刪掉了 所以只剩下一個 就是結婚當時是不是真實婚姻 而不一結婚當之後 或申請移民利益之前 發生任何變化 去宣告這個婚姻是虛偽婚 但是我們現在才情的時點 幾乎都不是在結婚當下 是不是虛偽 而是用後來很多的情緒去判斷 它是不是虛偽 最後我們要討論虛偽 結婚這件事情 誰虛偽了 雙方當事人虛偽嗎 這個姓移民虛偽嗎 他如果心裡想得出了結婚以外的目的 所以來到台灣 這樣是不是就算是虛偽了 不算不夠真心真意 他想要進什麼樣的婚姻 才能夠滿足不虛偽的婚姻意圖 這是我們最後今天會討論的 好 首先討論在法院 有誰任意你 這個事情為什麼重要 其實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當然就是法院 他認定的程序嚴謹很多 對事實認定的程序嚴謹很多 我們大家學過 被蘇洞馬煩死的人都知道 蘇洞馬很多的摸索 摸索很像大家 都已經放心了實體的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 而且還有很多老師在講 聽蘇洞馬 為什麼 就是因為蘇洞馬很嚴謹啊 這個嚴謹的程序 才可以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啊 所以法院認定跟行政機關自己認定 是有差異的 嚴謹程度的差異 第二個是什麼 是 行政機關本來就是 站在當事人的相對面 在剝奪你的權益對不對 今天如果有他自我審查的話 你可以想像 你不見得可以獲得很大的保障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 今天是因為他成為台灣人 他成為一個國民樂 覺得他成為國民 他馬上就進入台灣 變成台灣的多數族群嗎 絕對不是 他絕對是政治上的少數 最少數的那種人 最新的人 最沒有歸屬感 最沒有自己一群人的那些人 所以他投票一頭書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不由司法保障 難道期待行政跟立法 正式部門來保障他的權益嗎 很難 所以為什麼法院認定確定判決 而不是有行政機關認定 這個事情很重要 這個圖是什麼 這個圖是現行制度之下 一個外國人 努力要成為台灣人的時候 他必須要走過的種種階段 簡直像打電動玩具 養兩組的很多身份跟關卡 從這左邊這邊的他們 一直到右邊的我們 要不要經過非常多的程序 從外國人有明明意圖 你要開始申請什麼 移動意圖你要申請簽證 有簽證你才可以實體的進入台灣 然後呢要穿越那個國境 到國境之前 他可能會被面試被捨查 很多婚配營營是在境外就被擋下來 他在境外 他就用什麼 他說你的文件 我根本不認證 不驗證你的結婚證書 那越南正式發的結婚證書是不是 假的 欸什麼意思 嗯假的 就這樣 我說可是我是真的結婚啊 嗯但是這個證書是假的 我不能驗證你的文件 這個理由去認定你的婚姻是假的 所以很多情況 其實在最前面就已經排掉了 即便你非常非常的能力啊 花了很多時間 有些人是要從鄉下 就是旅遊好久好久 花很多時間來到胡志明市 才能做這件事 然後被退回去 只花了10分鐘 第二天 第三天下個禮拜 又要排隊 排練習 總之他投資非常尷尬的努力 好不容易進來 你要去正立你的移民意圖 所以就是能不能獲得停留簽證啊 居留證 規劃 永久居留等等 最後 透過法律 你好不容易取得國籍之後 你還不是拿到身份證的人 你要取得戶籍 才能拿到身份證 你說那有什麼差 大家想看你每天的生活 我只要任何東西 要用出示身份證 才可以獲得的利益 他都要被刁難 他都會有更多的分開 比如說什麼呢 就連去台北市立圖書館 也要辦個越南證 他都要看你的身份證喔 你說有手機就好啦 我現在怎麼信不在手機 請問一下你去中華電信 賣一個手機門號 讓你去雙證件 這還不只是身份證喔 自身總統 在取得戶籍之前 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困難跟辛苦的 然後他克服了一切 想盡辦法留在台灣 所以你可以想像 合理的情況是 在這一刻 這一刻 他取得國籍之後 欸 我的事情 我跟國家之間的關係 不就應該是內政的嗎 不再是國防外交 不再是移民管制 我是台灣人 我跟你的關係是內政的關係 所以我跟你之間 如果有所爭議的話 司法審查 應該用一般司法審查的標準 而不像前面 極低度或低度為什麼樣 就是要我們尊重國防的原因 尊重國家安全的判斷 尊重移民的考量 司法會不斷的退讓 所以你會以為 從這條線開始 從我取得中華民國國籍開始 司法就應該要完全的保護我 這個是本來 你該有的想像 但是呢 實務上是 實務上是這些人 在規劃的場合 或是在撤交國籍的場合 法院怎麼說 法院還是退讓 法院會用什麼方式 他會用行政機關怎麼探定 你符不符合國籍法的那些判定標準 來重新審認你的案件 所以他沒有藉真正的介入 司法沒有真正自己的介入去看 你符不符合國籍法的要求 他是說 欸 行政機關在弄化全體的時候 好像沒用錯啊 他說 他說 品性端正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 行政機關有判斷 遂到最後 本願欲尊重 另外呢 既然例外婚姻關係 實際上是公務法權利義務有無事 對婚姻關係是真實現上無益的審查權 所以意思是什麼 司法又退讓 並非一定要經過人事訴訟程序之明示 確定方可決定 所以這就是一個人有去的地方 我們所謂的法院確定判決 大家以為說 也不是婚姻有效性有沒有法律 地位這件事的判決 那應該是明示訴訟程序啊 然後如果你讀民法 就認罪來台灣婚姻不是財 什麼什麼 什麼主義 這財成什麼主義 所以你就要非常認真地去證明 婚姻這個破裂到不可覆議這樣 你才有辦法禁婚 你才有辦法去宣告這件事情 所以明示訴訟程序應該很可以保障吧 不是 他這裡的確定判決 他有說哪一個法院啊 沒有 所以實務上很多這個判決是什麼 是刑事判決 蛤 什麼刑事判決 誰犯了什麼刑法的錯 叫做偽造文書 實公務人員登在不實 如果行政機關認定 你是虛偽結婚對不對 虛偽結婚你還拿去 護身機關辦你結婚登記 不知情的護身機關就被你騙了 這種實公務人員登在不實 這個時候你就有一個刑事罪名 所以根據這個刑事罪名 等於就認定了你的犯名 你的婚姻是虛偽婚姻 所以不需要再有一個法院用民事程序 去確定這回到的實質虛偽 大家懂嗎 所以意思是什麼 他在他案當中 一個不相關的實質審認 那在案件當中怎麼判斷 是不是公務人員登在不實 大概就是公務員自己說 你是虛偽婚姻 所以我登在不實 所以你有偽造文書的罪神啊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有人就會說 可是他真的有犯罪刑法嗎 他真的有登在不實吧 你是認真看見這個刑事罪名 如果在任何兩個台灣人中間會發生嗎 不會 有任何你有聽過你的朋友說 欸我聽說某某某某人的堂姊 跟他的堂姊夫兩個人是虛偽之文 是假結婚 沒有假結婚那個字 只會發生在新移民的婚姻當中 所以換句話說 因為假結婚而導致公務員 登在不實現的事情 也只會發生在新移民當中 你有聽過任何兩個人感情浮露 或是因為什麼動機 避稅好 或是任何原因 甚至同志好 他要找一個騙語 就是要找一個騙過他爸爸媽媽的人 說我們兩個一起結婚好 那個是假結婚吧 所以有人去告他們說 欸虛偽結婚 然後會有登 實公務員登在不實現的事嗎 但他們這輩子就不需要擔心的一件事 有很多其他其實擔心 但這個不用 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啊 所以你會發現 虛偽結婚 這個認定值發生在 外 就是移民當中 這個概念幾乎只在這個行程上 那你用刑法去做移民法的判斷 細節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移民的本質上是一個行政法 它並不是它做錯的事實 它其實是兩個人 有一個超乎你想像中的動機去結婚 然後你覺得你想要照他的婚姻去虛偽 但事實上每個人結婚 你身戀人結婚都有各種各樣的動機啊 有什麼是正確的結婚動機嗎 其實是沒有的 每個人結婚都有些有的沒有的討論 我只想要搬出我的家 所以我想結婚好了才可以搬走 這是不是一個虛偽的結婚動機 就是你不會去非難經的事情 它反而就是兩個人私人的事情 可是到這個情況 你要有法院了 你要有一個行政境外的判定 甚至還不是法院 透過民事程序去確定這兩個人當時的意願 跟這件事情無關 所以這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 在今天虛偽結婚的情況之下 低度審查 司法低度審查 放在人民管制期間的這個線已經往右推了 推到即便你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即便你是台灣人 沒有用欸 因為你的前國籍 因為你的原籍 甚至你可以講 因為你的種子 不是台灣人 台灣籍 我一直都要懷疑 移民上面不夠格 國籍取得有問題 然後司法會說什麼 我們尊重行政機關的判斷 到很久很久都要問 再來我們來看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虛偽結婚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結婚看來是個 讓婚姻生肖的那個動作 當下10點 今天在結婚 欸 居戶政機關辦完之後 你就應該結婚成功啊 所以你懷疑的虛偽應該是那個 時間點下的虛偽 但是不是 所有實務的判斷 都是以事後發生的事情 結婚之後 這個婚姻夠夠圓滿 有沒有住在一起 快得快樂 兩個人都牢牢記住 每一個結婚紀念日 跟結婚婚女時的細節 來看看他是不是真正的結婚 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第一個 這是什麼 這些判證是判決啦 就是法院的判決 然後每一個法院判決裡面都是 法院去背書 或是判斷 行政次官的判斷是沒有錯的 就行政官認為這就是虛偽結婚 第一個是什麼 外交部認為婚宴不夠正式 所以是虛偽結婚 他說原告沒有提供結婚 原告提供了結婚照片 男人穿著便服 沒有穿就是偷風裙 然後沒有符合印尼結婚時 著正式服裝之領結 而且婚宴 一桌八人 就是獎者的婚宴 沒有婚宴 所以沒有一桌八人 所以我是虛偽結婚 且婚宴只有一桌八人 雙方會邀請金龍參加 然後對照呢 謝君之姊 謝王連婚的照片 著正式離婚 結婚宴是兩者其他的差距 所以呢 被告進入外交部 認定沒有結婚爭議 並非無懼 然後他就忽略了 那個時候 當事人 就是那一對新人 被認為是假結婚的新人 提出了抗辯 他說什麼 他說兩方都是二度婚宴 所以已經厭倦了那一套 這應該很了解吧 第一次會累 第二次你覺得閒傻 你再做一次啊 所以第二次就沒有做這些 現在你只安排家人聚餐啊 然後呢 你去看印尼的房間 你根本沒有規定 所謂的婚宴規模 明明就是台灣人 越講什麼印尼的習俗 越奇怪 台灣的外交部 說欸根據印尼的習俗 你一定要准結婚 才算結婚 就非常奇怪 就印尼當地 博唐結婚醫師來說 並沒有穿梭正式服裝 領結規定 只要服裝整齊就可以了 他說就算是台灣的公正結婚啊 對不對 但是 外交部不管 另外有趣的是 你把他的婚姻 跟他姊姊的婚姻 相比 不是很妙嗎 就是為何 為何你要跟他姊姊的婚姻相比 就是 嗯 好 再來另外一個 好吧 如果你這麼重視 婚姻的儀式 外觀 那我就有一個很盛大的婚姻好了 在另外一個案子之下 這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案子之下 這個是當事人提出來的抗辯 他說如果我是假結婚的話 我就不用跑去越南八次跟我的未來太太相會 然後你可以看到入住自己幾乎八次欸 所以閑見兩人婚姻確實雙方之何必 而且兩人結婚之後 在女方家中大肆戀情 女方親友的盛大場面跟榮眾的事 異族證明兩人並非結婚 那個案件剛剛還有記憶說 他花了多少錢 辦了一場婚姻 然後帶著親事啊 現在好像奢華很多拼克來啊 就這時候呢 其實就說 光是介紹婚跟聖誕婚 不能夠表彰真實性 女方對於結一親的對象 缺乏基本認識 這樣不能算是一個真實的結婚 可是有點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跨國 跨國婚姻媒合 也現在是說不能名利 但是大概有34家登記的聖誕法案 存在做這件事情 他可以收費只不能名利 嗯 就是一定懂你死 他可以收費不能名利的社團法人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行業啊 所以有人專業在做這件事情 在每一盒兩個不認識的人 從兩個不同的國家結婚 你只能夠期待他們 有很深厚的交往過程 跟其他他們有很深厚的感情基礎呢 所以用這個去非難他的婚姻 不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事情嗎 你竟然認定這樣的媒體 是存在的一個社會現實 甚至你還立法去加以管制 跟管理 然後你後來又怪說他們兩個不夠好 所以這個到底是什麼狀況呢 就是你不能理解啊 你到底有什麼固定的標準 可以判斷這個事情嗎 你的法律體制根本就已經 本身就補治了 所以我就要下一個那個全聯 然後他會下一個人的實際 虛偽婚姻 因為無法感激你一個想像的虛偽 那是虛偽婚禮的層次 另外一個是什麼 這個比較妙 這個很難取得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趙燕林老師的田野調查 社會學田野調查剛剛出現 他說什麼呢 發生在14日入境面談的首日第一天 一位之前已經入境多次的中國移民女性 進行面談時衣著奢華 配掛繁複姿勢 回答面談官的問題時相當不耐煩 你覺得他為什麼不耐煩 他來過很多次 每次都要這樣 到底不管不管 並多半的巨大 面談官就判定他 假結婚真賣贏 然後括號 因為他們覺得正常的中國婚姻移民女性 沒有佩戴多重姿勢的物質條件 你應該很求財 對啊 你怎麼可以這麼有錢 然後他不合作的態度 更加證明他的心虛 好厲害 所以呢 他在機場面談室外面 從事計程車駕駛業的那個帳篇 就被用的是馬複 反正你剛好派計程車啊 果然馬複 就是 後來這馬複就跑去 求去國家特場 這個就是趙燕老師 就是在文章當中寫到的 所以這個標題是什麼 他新娘就虛偽欸 虛偽新娘 為什麼虛偽 因為你不夠久迫可憐而虛偽 你在我的想像當中 你如果是新移民的配偶 你看很久迫 你可疑 走投無路 然後超貧窮 你竟然能夠有錢 態度傲慢 憑什麼 所以你一定有問題 虛偽虛偽 就是 那你不會想說 如果 探明屋所 想要來台灣 就更不虛偽啦 搞得他真心真意 想要來台灣 不是嗎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再來 這個最後是我們今天要 這個比較重要 還是我們今天要講這個 這三個 第一個一個一個看好了 對不起 一個一個看 第一個說什麼呢 婚後兩個招募蛋默 因為他們在96年起 他們其實更早就結婚了 所以結婚不久之後 兩個人就沒有公居 就分開 沒有共同居住 平常沒有互動回來 感情基礎活路 所以是個想婚姻 這就很妙 很多婚姻現在都講 你知道什麼是嫁月夫妻嗎 就是在不同的現世工作 他們可能一個禮拜 兩禮拜 或是各自回各自家 所以兩個月才見一次 跨國婚姻呢 那更嚴重 如果一個人 外派到別的地方工作 台灣不實際是這種婚姻 或是待會是兩個人改名單 決定各自住不同的地方 這樣就是數位婚姻 好 再來 婚後邁人 這件事情 他說 礦源告若為一般的家婦 即使夫妻離家 而應徵工作 注意喔 夫妻離家 主要就是跟他先生吵了 大吵架 跟離家 請問一個新移民在台灣 你有不給他身分證 你有不給他婚姻嗎 他很難的找工作 他也沒有認識的人 請問他夫妻離家的情況之下 又想要找工作 都要賺錢養父子 才不用再回到原來那個家 對不對 看要什麼身子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 就是因為夫妻離家的工作 所以更有可能去色情行李啊 更有可能去色情行李啊 更有可能去色情行李啊 可是他色情行李也不代表他是假婚姻啊 這兩件事情 你不覺得邏輯很爛嗎 但是他就是這樣認定 他說 哎呀 你應該要 他還去要求人家說 如果你是一般娘家婦女 換句話說 我今天因為不是一般娘家婦女 而結婚的虛偽 所以只有娘家婦女可以結婚嗎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對街客邁移的色情行業 你應該要避之避孔不齊 你怎麼可能去這樣做都不錯 那一個你的另外的道德責任 你必須要對色情行業避之避孔不齊 才能符合一般娘家婦女的條件 然後你不會 就是兩件事都失敗了 你就是虛偽為民 再來 婚後淡妄 其實更妙 為什麼呢 我覺得兩面老師 如果你自己結婚 第二天就忘了結婚 我想說你就是失憶 可能偷了重機 就是他經過三年 他不應付三年的 於是你好朋友結婚三年之後 突然這個特情 特情組就到你家說 欸 你覺得你們當天結婚了 都什麼經驚啊 喔 你帶有什麼經事啊 那面有幾桌呢 喔 你帶什麼經事 喔 那你的拼金有多少呢 結果他居然答不出來 你居然答不出來 你才經過三年多耶 兩個人是第一次結婚耶 你居然忘記拼金的書 有沒有驗客你的記憶不清 是不是去結婚 這件事也記得 有必要這樣去測驗 人家三年前的記憶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如果你認真想的話 你的生活會非常的忙碌 特別是 如果你忙著賺錢嗎 忙著各種的名聲的話 其實那些細節 也不會記得 每天在那邊慶祝說 欸 今天又是情人節的T103天 102天的金珠 跟103天的金珠 應該要不一樣 這時候可能很少吧 我順不太理解這件事情 所以這三個都被認為是什麼 虛偽婚姻耶 但你認真看的話 這三個都是因為婚姻後 發生的種種情勢 才被認定是虛偽婚姻的 而且這樣我剛剛講 這只能認為是這個婚姻 不夠圓滿 不夠朝朝暮暮暮 然後甚至這個女性 沒有滿足你心中對於 已婚不明的想像 其實是非常付出一個想像 大家有提過一個說法說 我們為什麼要 就是台灣 其實你如果你看很久 那個地道維的發言 以前都比較大膽 就是敢亂講話 現在就是容易被抱 所以就比較不敢講 以前都會說什麼 欸啊台灣人現在不生小孩 台灣女生不生小孩是不是 沒關係的 那我們就有情況是配偶來生小孩喔 之類的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台灣我們這一輩的女性 或是女生 有越來越多 被婚不生的選擇權 或是你就要婚了生 你還是可能小孩可以不帶小孩 你有很多很多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外資朋友 你每天要面對的就是 他會怎麼想你 你會有一個跟人家指示 你是不是真心真意要來 跟台灣人結婚的那個義母跟責任 所以你每一個 我剛才說 雖然現在被撤銷婚姻的數量很少 可能一年一個一年兩個 但你就是有這個規範在啊 你每天在想 行政機關會怎麼傷我 我是不是一個 會被認為是虛偶婚姻的 非兩假婚姻 我是不是記憶力不夠好 每天都要默默的問起 當前 畢竟到底拿了多少錢 那是月幣呢 還是台幣呢 還是什麼事情之類的 重點是你不敢跟他吵架 吵架之後他就跑去說 你們發現的性關係 全部都是性交易 然後比如說你生了小孩 是意外的不道德 就是一個很 就是他就會對於這個 心理應配 我的生活 產生各種情緒 就是 同樣一個國家 同樣一個法治以下 同樣身為女性 你很難去想像 你怎麼可以發生這種事情 你怎麼還會宣揚自己 不是一個性別人的國家 如果有一半 不是一半 有一部分你的公民 學了公民之後 他還在過這樣的生活 他就把那些 可能五十年前的 教科書上的三重四德 他必須要符合在他生活當中 才不會用另外一個名目 叫做虛偽婚姻 被挑戰 再看這個 這個就更強迷了 這個裡面你會發現 他涉及兩個婚姻 第一個婚姻就是 有一個 原籍 越南籍的台灣人 他跟他的台灣籍先生結婚 然後他規劃 值得國籍 成為台灣人 然後 當年已經超過 五年超過很多年了 他在什麼事呢 他就回到他的原國去 他離婚了 跟他的台灣人照顧離婚 回到他的原國去跟 一個越南人結婚 尤其又 把這個越南人申請進台灣 也要跟親規劃 結果這個後婚 就是他回到原國 幾個越南人結婚的 這個婚姻 被認為是假婚姻 被認為是虛偽婚姻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你是要實行 你進外國人口的這個目的 更妙的是 什麼呢 大家來看這句 他說 令人懷疑喔 這是判決喔 是唸過法律的人寫的 令人 那個法官會幹嘛 令人懷疑 原告乃 刻意規劃 取得我國 國籍 再以依親民意 以親越南籍人士 以歸... 所以意思是什麼 他連前婚的真實性 都順便直言了 雖然這個案件處理的是後婚 他們就覺得 你後來也回去跟越南人結婚 這個婚姻是假的 可是你前婚也是你刻意規劃 取得這個國籍 為了要取得國籍 你之後再可以做這種動作 那你憑什麼這樣懷疑他的前婚 你對前婚的事情一無所知啊 這也不是本案 本案討論的東西 不是本案審理的任何要件 你沒有看過任何的事實 關於前婚的證明嗎 前婚已經離婚喔 你憑什麼譯色 他是一個有問題的假婚姻呢 所以這是什麼 虛偽再婚 然後我就推斷虛偽前婚 那這個背後 唯一見到你的意思 就是因為你認為他是 上一號下一號 外來人種對吧 即便你今天是台灣人 但是你是外來人種 所以你後來結了其他所有婚姻 我都不管你是不是真實 你就是要來幹嘛 破壞我們種族的純種性 還是什麼 不理解 所以他為什麼講 令人懷疑來刻意規劃 覺得過過過過期 這根本不是本案討論的內容 是因為後婚 是跟原國籍的人結婚 就是這樣 可是更重要是 你再回到前面那幾個案件當中 他們去懷疑的事情 那些審查官他們會想為什麼 就是你為什麼要來跟台灣人結婚 你為什麼 飄洋過海的來跟台灣人結婚 因為台灣人認識都不清啊 所以他不斷去挑戰你的婚姻是假的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跟一個我熟悉的 我的故鄉的 我發我 比如說前面二十幾年生存的地方的人 結婚 那這個婚姻應該很真吧 這個就是符合你刻板印象中認為 你們國家人要跟你們國家的人 自己結婚嗎 那為什麼你還懷疑他是假婚姻呢 這就很奇妙 滿足聶賞 雖然也不行 不滿足聶賞也不行 反正聶賞那麼多 我是假結婚就是假結婚 所以這裡只有一個原因啊 就是我是跟你不同的人 所以你覺得我做的事都是虛偽的 再來 我們來聽到最後一個 所謂虛偽結婚 怎麼樣認定這個人 虛不虛偽這件事情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沒有人 沒有任何一個理性的人 做一件事情是完全很單純 用一個單一的目的在想這件事吧 大家可以 就是假如你今天唸一個學校 你有會有各種考量啊 學費多不多 老師好不好 要唸幾年 等等等等的原因 要不要內衣美髮 這些都是你要考量的 所以你有多重的動機啊 我會以為你有這個多重的動機的考量 認為你選擇這個學校的動機是不純的嗎 不會 那是理性人該做的事 考量越周轉其實是越好的 不是嗎 越理性的人做的事啊 有人會衝動 一念就來 就放棄你之前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原國籍的生存 會不顧一切做這件事情的人 會不顧一切做這件事情的人 不是比較不理性嗎 就是他的動機才更是能成一切的死吧 所以有沒有單純結婚動機 反而就不存在 那的話任何的人 結婚之前都考量很多事情 所以門當戶對啊 就不是我們慶祝了 就是呈現了數千年的標準嘛 就是結婚要講求門當戶對不對 門當戶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結婚動機啊 你結婚那一個門當戶對有點關於 沒有關於嗎 你不需要婚姻跟門當戶好像沒有關於嗎 對不對 或是財產啊 等等的種種 現實的考量 都不是單純為了結婚而結婚啊 因為事實上結婚就是一個複雜的事情 他沒有辦法單純為了這個事情合作 所以這個東西 叫做做wintest 可是很妙的是 你會搬食物底下 他用這個 有其他動機這件事情來反證 婚姻的真實性 怎麼說呢 他說 他問了一個人喔 這個專情對頭去問他說 你嫁來台灣動機為何 這句話就有一個預設異常 你嫁來台灣動機為何 什麼意思啊 我嫁來台灣動機就是為了嫁來台灣啊 這句話不就是一定要這樣問 可是我會有人這樣回答 你是一個誠實人 你就會認真思考 對啊 我在台灣 我要回答你這個問題 但你只要認真回答他 你就慘了 你最好就不要認真回答他 他說你嫁來台灣動機為何 不說嫁來台灣 他說蛤 你有沒有聽到我的問題 你嫁來台灣動機為何 你說你嫁來台灣啊 你只要這樣子不斷循環 認真回答他 你的答案就完美了 可是他這時候可能會在紀錄上說 你中文學不好 可能沒有很想要來台灣 就是很莫名的地方 他就能夠回答說 我會想嫁來台灣 是聽說 聽人說可以工作 改善家裡環境 嫁來台灣後 我也想說要跟老公一起生活 這個回答有什麼處理 沒有錯 阿娃那是一個非常不實 正確的回答 然後他有跟你說 我嫁來台灣是希望人 你我的娘家跟他們 再也不要聯絡 一毛錢都不想進回去 這是什麼回答 這是證明他是一個很可怕的人吧 對啊 所以這樣的回答 就被認為是虛偽婚姻 以後面的回答他說 那你要不要考慮離婚 到底想怎樣呢 他說 我離婚的話 我就要回去越南了 我來台灣已經很多年 我回去越南 我不知道要怎麼生活 這些回答就證明 他是一個虛偽結婚 為什麼 像一個 他說 他們不如之間沒有結婚之正義 分別為徒不祥數而之報仇 順利來台工作之利益 所以大家都在奠基這件事情 順利來台工作 所以他如果結婚 有辦法因此的人來台工作 這件事情 就可以證明他是為了要來台工作 而不是真的要來結婚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這個話背後暗示的意思嗎 你應該要來台灣相夫教子 教子 生台灣妻子 除此之外 你不能有其他目的啊 你怎麼會想要工作呢 想要工作是一件很錯的事情 為什麼想要工作是一件很錯的事情 你有膽就去跟 就是立法院所有女性立委這樣 就是你們結婚之後 怎麼會想要當立委呢 蛤 這就是一個很長朋友的事情 再來 行事探訣這件事情 也是 他說 他附泰國幫你結婚之前 均以外老身份在台灣居留 所以就更能夠證明 他 再回到台灣 跟給台灣人結婚這件事情 他的動機可異 因為你之前在台灣工作過 所以你才想要再回台灣來工作嗎 可是這樣不是更合理嗎 因為我來台灣工作過 我在台灣就滿意能了解 我知道是我可以住一輩子的地方 我知道我跟台灣的公主 我認同台灣的民主價值觀 我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我再回來 這不是一個正面的加分的點嗎 但是你的判讀是 喔 所以你為了要逃避 工作簽證這件事情 你就用疫情簽證紀錄台灣 然後加以工作 這個情形幾乎好多喔 認定須位婚姻的判決當 幾乎都會涉及 他來台灣是為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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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台灣是為了工作這件事情 但工作到底有什麼處 結婚之後不用工作嗎 你以為現在擔心家庭 你可以養得起正常的家庭 而且還有你那種很多 新台灣自己的家庭 有很容易嗎 超級難的耶 你怎麼可以認為他可以不用工作 更換很多新一名 配偶進來台灣之後 都是他們在養家 他們是主要養家的 那就是你這個要求是什麼 到底在想像什麼樣的婚姻 什麼樣的已婚女性 所以這兩個概念 打工跟結婚的概念 它本來是相似的嗎 它不應該是相似的啊 就是我們講的多重移民意圖 它因為有那個意圖 所以結婚意圖就不能存在嗎 我不能既有打工的意圖 又有結婚的意圖嗎 即便我是為了打工而結婚 也不代表我結婚意圖是假的啊 什麼是真正的結婚的意圖 所以唯一可以承認結婚意圖 能到是真愛嗎 所以你要通過你的面談 當中探討出這個人的真愛嗎 有任何人會對公務機關的人大肆的 然後結婚意圖說 我真的很愛我的情形 我每次看到他的人 我就會露出微笑 不會有人講這麼想的話嗎 如果他真的這麼做 我覺得是假的啦 就是他被引發 就是 所以你要得到通過你的面談 或是種種探訊當中 做出行政派要進行的調查 得知他是不是真愛呢 你用憑什麼犯罪證 你人現中有真愛嗎 這是不可憐的事情啊 然後難道你是後面那個嗎 可是這個是已經我們放棄的要求 不是嗎 它是個不正確的要求啊 你如果對台灣的女性 不敢提出這樣的要求 你拼聲嗎 對新一名女性要求說 你必須要 終生無怨無悔還加個無常 為什麼 因為不能拿錢回娘家 你都要忘記了 你想要拿錢回家 改善你的家庭狀況 這個是不行的 因為會讓我覺得 你是虛偽的婚姻 這個才是真實婚姻吧 你看台灣的女生每天在幹嘛 拿錢回娘家 所以 終生無怨無悔無常 不是故家 才是你認為的唯一結婚正確的真實意圖嗎 然後我們來比較一個小小的美國話 那美國怎麼看待這件事呢 美國話語 在司法上發明一個東西叫 多因千兆學 他說 A desire to remain in this country permanently 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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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你有沒有想要移民美國 你必須要回答沒有 如果你不來有 他就不會讓你進去 因為他覺得很可怕 你就會留在那裡 overseeing 遺憾 所以不能回答 你必須要回答沒有 那比較巧妙說 有人就是 欸你都要留在留學 或是來觀光 但我們就發生了一場 你知道厲害的 異國戀愛 然後就結婚了 然後結婚的當下 你要轉換身份 對不對 你要從這個 Immigrant Lysa 聘成 Immigrant Lysa 你就變成要變移民的簽證 這個時候他們就會很不高興 他就說 你沒有要移民嗎 那你現在為什麼結婚呢 奇怪 這件事不能自然發生嗎 所以後來司法 法約命令稍微合理一點 就是說 這件事可以自然發生 你當然就說 你沒有移民意圖 不代表有機會來的時候 你不會讓它發生 那你說我今天進入 假設啊 你遇到異國戀情 你真的很想跟他結婚 你說對不起 但是我進入禁的時候 我簽了說 我不能夠移民 再見了 我分手吧 然後就回到台灣 這件事會發生嗎 不會啊 你當然是這個時機到了 你就讓它發生嗎 所以 以當下的意圖 去推斷後來發生的事情 不可思議 所以中國Incent 叫阿晨說 其實人的意圖 是有可能發生的變化 正常合理吧 是可能隨著時間 隨著遭遇 有各種不同的變化 所以換句話說 當 移工第一次進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來工作的 他當時是有 我是來工作的 但是有排除說 我不會發生任何其他的事情嗎 他的遭遇可能是要 文憑法律策劃 這叫做到意圖去發展的情形 所以他後來發生 是意圖上的變化 這反正就是自然而然的 如果他想要定居在這裡 他遇見他喜歡的人 他想要來跟他團聚 跟他集會 這不是最合理不過的發展嗎 比透過跨國政界 不認識那個人 來不是更務實的想法嗎 但透過報律可能是浪漫的消耗 或是還有其他務實的考量 可是這個是更務實的考量 我清楚的勘察了台灣這個環境 我來可以生存 我可以工作 我可以被喜歡 我可以獲得支持 所以我來到台灣 所以這是最後一個 我們要討論的一點 如果你不看虛不虛偽這件事情 如果你不去挑戰這個雙重義務 是不是單純 從規劃政策的合理 是你要做什麼事啊 你不是要把提音擋下來 規劃政策之所以傳載 是要為台灣挑選者 比較適合想為台灣人的 潛在功能嗎 那哪一種人比較適合當功能呢 具有 就是你的媒體 還有複雜的考量 要了解台灣 想要投訴自己的生命到台灣的人 還是另外也一時衝動 我想要見到台灣耶 然後就去台灣了 當然不是非難後面這種人 我的意思是 你為什麼會覺得那個 後面那種人的意圖比較純粹 而前面這個 又想工作又想結婚 覺得是錯的 所以雙重意圖這個事情 本來就是 只要再思考 就是再討論 好 那我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謝謝班老師這麼精采 我的拆解 然後我們 台灣的國際法 我們的十五九條的規定 然後這麼細緻去說明 大家的問題 的尊解點在什麼地方 然後 班老師一開始說 他對哲學比較沒有研究 我可以以之前的機會參加哲學興起 但其實 他今天做的東西其實蠻哲學性的 他告訴我們 其實在現實的法律實錄裡面 關於婚姻的認定 也有真實跟虛偽的問題 其實這是哲學經常處理的概念 我們在台灣的心意圖 就被婚放在一個非常不利的位置 好像你隨時都必須要比較結尾 說你到底你的婚姻是真實的還是虛偽的 那其實這中間牽著到一個有趣的議題了 我們當代的知識論的研究者 也把這個議題來研究 我們那叫做知識不正義 叫Esteeming Injustice 什麼叫知識不正義呢 就是今天在一個說話的 一個聽話的中間 有一種不正義的現象 然後其實在我們的行政的官署 或者我們今天的心理當中 就是一個說話跟聽者之類的關係 那這樣不正義在什麼地方呢 因為有兩種類型 這個概念其實是一個女哲學家 叫Marenna Frieder提出來的 因為他從一個比較弱勢的角度去談 其實在現實生活當中 我們在說話的過程當中 很多的不正義的現象出現 它都有兩種類型的不正義 第一種叫做Testimonial Injustice 叫聽證的不正義 就是我今天提供的Testimony 你今天呢 你不採納我Testimony 那其實一個弱勢 在社會的權力關係比較弱勢的一方 例如說新住民 新民移民 或者少數族群 他們經常死在弱勢的一方 當他們提出他們的見證或聽證的時候 經常被聽者呼籲採納 我猜你真的是真實的婚姻嗎 那你今天給我這麼多理由 我有聽我不採納 我不相信你所說的話 在很多國家裡面 都出現這樣的狀況 其實少數族群都會用你這樣的困境 另外一種類型的不正義呢 這個Marenda Freak 叫做 Parenuity in justice 叫權勢的不正義 就是 我今天請你講話 你的Test Point也聽進去 你今天說你是因為 你愛你的先生所來到台灣 那可是 那你的意圖到底是什麼 其實剛剛范老師 就做了非常精彩的猜集 他告訴大家 這些去考究 你今天真實婚姻的意圖 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因為人是很複雜的動物 人也是多變的動物 你怎麼看這一種意圖 你也不可能只僵固在每一時刻的想法 所以 當我今天 給你我們行政官所 這個龐大的權力去認定說 到底你是不是真實的 你的意圖 你是不是就是我認定的 或我想像的那種意圖 這時候就給 就給聽者一個很龐大的 詮釋的權力 所以 我今天可以依據我的想像去 詮釋你真實的意圖 你真正要表達什麼東西 這時候產生聽者跟說者 這一種權力的不對稱的關係 所以 其實這跟我們哲學 裡面探討的這些知識論 以及人類學問題 也非常的相關 那這樣 剛剛花老師也說 其實在台灣過去十幾年 因為這樣被撤銷掉 婚姻人 大概有很多十位 但是潛在所影響的人 也非常多 其他在過去三十年 因為婚姻關係 然後 申請規劃台灣 然後目擊成功的 大概有五十幾萬人 其中呢 大概有十二萬人 都是來自於東南亞的新移民 所以這基本的 台灣這幾十年的 統計數字是如此的 那我們可以想像說 這個法律如果 讓他繼續的 永孝之後 所牽涉的就是 這幾十萬的外籍配偶 他們曾經在 能不能夠 一個安生立命的 活在台灣的 一個可能性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 的人群的孤独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邀請我們 南洋台灣姐妹會的 執行秘書 李佩祥女士 從他的角度 就談說 為什麼他們要推動 這個19 就是要重新修正 這個 國旗法第十九條 然後以及從他的 親身經驗來 又不會分享一下 在台灣這樣的一個 環境下的 生活 一個外籍的事 然後 規劃台灣國旗之後 他的生活的處境到底是 然後他為什麼要 推動這樣的一個運動 那我們請掌聲 歡迎一下李佩祥女士 好 大家好 蕭佩祥來自解體在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才老師講還蠻詳細的 關於這個虛偽過境界部分的話 就是說 其實剛才老師舉例的一些案例 是在境外面談的時候 被活回 然後懷願判決是虛偽結婚 那這些人根本就進不來台灣 這些人根本就進不來台灣的 那但是就是已經 就是說台灣針對21個國家的人 要跟台灣人結婚 必須要經過這個境外面談的制度 你通過後才可以進來 那剛才有很多的 剛才有很多的案例 老師的分享 幾乎就是被認定是假結婚的 那這些人不會 不可能被進來的 對 那我想要說是台灣政府已經針對這個21國的人 每就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審核 一個階段的審核 審核過後已經順利拿到身分認之後 後來又再次台灣政府發現你是虛偽結婚 可是那個虛偽結婚也由是台灣政府單位去認定 是誰認定 其實 就說法院認定 可是其實我們認為說在這個審核會多年來 以移民移住人權收法聯盟集合在一起 然後 對不起 我剛回國回來 講中文的卡卡 就是我們覺得說 我重講一次好了 對不起 就是 南國台灣節目會跟移民移住人權收法聯盟 在2016年在經過這個國際法修法之後 我們召集了 就邀請法令白報文 還有法服以及其他的譬如說 就是像運好老師等等這樣子的法令界的老師 希望老師未來可以加入這個推動修法的 team 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說其實在這個虛偽婚禮這一塊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經由民事法庭的判決的才可以認定 然後我們覺得說其實在以婚姻移民這個過程來台灣之前 已經要先經過這個 婚姻境外面談這個制度了 然後來到台灣之後 我們居住滿三年才準規劃 那準規劃 在國際法還沒修法之前呢 我們必須先放棄某國國籍的 放棄好之後才可以申請台灣的國籍 那這個國籍法通過之後呢 有一個小進步的點是 我們可以先申請台灣身份證之後 再去提出那個上市國籍證明這樣子 那可是已經上市了 以我所知 例如說有被被撤上國籍的人 他們要怎麼回復國籍呢 其實越南的話 他們是可以回復國籍的 但是一年有兩件 那要排隊的 目前我知道是有幾十件這樣子 那請問一下 那他這幾年在台灣要怎麼生活 對 然後我們希望說 剛才 就是 在這個國籍法第十九條 要修法的這個過程 我們認為說 譬如說以本法不符 老師剛才舉例那個平行不端 今天改成五不量塑形 這些的用詞 那這些對於婚姻移民來說 其實要拿到身份證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經過很多的考核了 那我認識之後 已經取得公民了 那是不是說他犯了什麼罪 就以公民的方式去懲罰 而不是來撤上國籍這樣子 對不起有錢 等一下讓大家發問問題好了 謝謝 我先講到處理聰明 謝謝 你非常 也是非常的客氣 好 那我們 因為這是一個 只有一個公共論壇的角色 所以我們臉比較多的天賦 讓在座的各位壇們有提味 甚至可以分享彼此的經驗 因為我希望 透過這樣的一個公共論壇 不只是聽演唱 而是達到某種的賠力 或者共同來促成某些 某些重大的社會的提案 所以在座的每位都可以成為一個唱立者 或者是一個運動者的身份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給在座的朋友提問 或者什麼意見都可以分享 好不好 那我們先看有沒有朋友想要提問 好 我們先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好 那不行 請 這位朋友請 不好意思 我想要問一個很 很有關白話問題 就是什麼是除此期間 然後還有 如果有除此期間的限制 跟沒有除此期間的限制 這個法律上會有什麼樣不同的地方 然後還有第二是說 那你們有對於這條十九條 有什麼樣說法 實際上建議 或是說 那現行的技術層面有什麼辦法可以克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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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好 那我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是 那個 除此期間 是否真的 不能立歸排除 因為現在現在我們 高生法院總裁會 經理裡面的 還有最高法院的進捷 我們最高性的法院進捷 認為說 像土地更正的登記 是可以立外排除掉除此期間 他認為這個體力更正的進步是撤銷 或是說 他只是立法選擇說 我們沒有除此期間的適用 對 這是目前 我剛才講到類似一個 排除除此期間的一個 比較特別的規定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就是 剛才跟第一位同學的 第二個問題有點像 那 在未來的立法經理上 第一個就是 就是我剛才講 那是否排除除此期間 不妥 如果老師認為 絕對可能 應該說 排除除此期間 這個規定不妥的話 那 那 如果再加入法院這個 法院這個認定的話 是 第一個我剛才想到大家 怎麼會這個執行 他說 應該用民事判決好 因為民事判決問題是說 他不會陷入行政法院 尊重行政機關 判斷餘地這個問題 因為民事法院 不用尊重判斷餘地 對 然後就是說 如果法院接入的話 是不是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 一定的期間 就好 還是就是說 回到說 乾脆連法院 這個條款都拿掉 直接變成說 過了五年的時候 就不能再射小 對 這是我的點問題 因為問題比較複雜 對 好 謝謝 我先那個 廚師期間怎麼解釋這個事情 我們就交給法律白號 還站著啊 廚師期間 就是一個行政權消滅的概念 他是希望你趕快 他這邊是對行政局喔 我們這邊講的對行政局關 他必須發動他的權力要在 一段時間之內發動 才能保障那個法單旅行啊 不然大家都 他都 永遠都存在 一個因應 就是你有天理的法律關係 可能會被變動 可能被撤銷 所以有一個出世期間的規定 他出世的話 就是行政權的概念 相較於請求 我喜歡是講時效 那出世期間是絕對的 就他沒有什麼中斷啊 時效都有中斷的情況 他出世期間是不中斷 他開始時斷 就一定算到結束 不會因為什麼東西打斷這樣 這樣我爸有沒有回答到 這部分問題 但至於如何修法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承認 我不是立法修法的專家 我沒有研究這件事情 可是直密應該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 會比較給他完整一點 就是他沒有辦法的想法 你是說關於這個十九條的修法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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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是 就是把 第二項直接拿掉 不需要加入法院判決 就是 直接無敵或是不行 然後或是加入法院判決的話 加入法院判決的話 加入法院判決的話 改成民視判決 我覺得 對 交給民視判決的話 是最好的 第三個 我想要 就是想要有點 回答到你說 反正認為說 用刑事判決來 行政法院尊重 刑事法院判決的 即判例 所以才會說 那你行政法院判決認為是假的話 我自己 我也可以認為 也是假 那我想說 因為 這個行政法院判決的 而有最確定的行政是 目前這三種唸型 就是最高的 我覺得 這個地方 行政法院尊重 是也蠻合理性 對 那是我們三個 第二個 修法院判決的三個 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在討論這個 修法的過程 就是我們希望 為什麼 希望在這一塊 變成是 民視法庭判決 才算 這樣子 原因是 希望說 有雙方人 可以一起 來 來 說清楚的 對 因為 曾經有一些 個案就是說 比如說 先生去 舉報說 我跟他是假結婚的 我當初是 當人頭 給他錢 也就是說 就像 剛剛老師舉例很多的案例那樣 就是說 夫妻 把來好好的 可是後來 衝突 離婚 然後另一方也拿到身份證 然後又再婚 那這一方就看到不爽 然後去舉報說 我當初沒有婚啊 不是真的結婚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說 如果 如果 有這樣子的情形 被舉報 或是 總之 被 被說是 假結婚的話 一定要先進 進入刺法庭的判決才算數 這樣子 對雙方的 陳述 有 有這樣子的一個 機會 會 那我先回答一下 就你剛剛提了幾個問題 嗯 嗯 嗯 我敲在哪 一番就見 好 我用我自己得的好了 對不起 就是先講刑事 刑事這個東西好了 你剛剛說 因為你覺得 其實這機關去尊重刑事法院的判決 其實這個事情是有它意義的 因為行事的決定責任門判很高 換句話說 民事我們鬧路說 找人主持啊 然後起訴門檻也70 對不對 然後 形勢是非常非常高的 又有個很巧妙的事情 他這邊講的法院確定判決 他有說 這個新移民當事人 或是規劃申請人 必須是 當時那個判決的 當事人嗎 沒有 所以事實上情況是什麼 是剛剛講的這個公務員 登在公務員的情況 很多被起訴的人 只有誰 只有夫 跟中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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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沒有起訴 期會被職權不起訴 職權不起訴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你檢察官覺得你有罪 但是 跟你計較太麻煩了 所以我職權不起訴你 或是違罪不起訴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期到後面會講說 我從來都沒有承認過 我是 那他是少數 職權不起訴有很多原因嘛 有很多原因是他承認的 可是很巧妙 是在這些情況之下 職權不起訴很多時候 這個新移民有發現 他是沒有承認是假結婚的 所以他在NIC案件當中 他是沒有位置的 沒有地位的 沒有說話的權利 然後是以別人 所以跟剛剛情況下 單純一方 服務局說是虛偽婚 我承認是假結婚 有可能 有一樣會把他的進行 然後另外是有個東西叫政策 就是當你的國家 風聲鶴鶴鶴的說 他要抓某件事情的時候 檢察官會很大量的去起訴很多人 這個是我的推論 完全不負責任 就是我只是從外觀這樣看才像這樣 所以他會做什麼事呢 他會先用人口販運這件事情 你就是說這個服務是人蛇 用人口販運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案件 這個刑事確定判決 他的那個 罪名是寫妨害自由 你確定一個虛偽婚姻的案件當中 為什麼那個起訴罪名是妨害自由 就他決定在販運這個太太 或是你四個從事這個人蛇業者 先生就會趕快幹嘛 我沒有我沒有 我只是單純跟他這個人講結婚 我只做這一次 我批評有大量做很多次 你就會看到實務上是 檢察官會的撤回 對於人口販運這部分 或對於妨害自由這部分的起訴罪名 所以只剩下了十公共人人在不死 這是另外一個 再來一個比較多的是貪污 為什麼貪污跟虛偽婚姻有關 這個貪污的案件是什麼樣的案件 是他去抓了 你可以想像是硬招架子 射擊硬招架裡面的內液 就是有一些警察 他是會去通報說 哎呀今天有人會來你檢查 所以你怎麼趕快慘 對不對 這個就是警察 他認為這個警察貪污 那警察貪污是個比較嚴重的事情 所以他會說 他公務人貪污這件事情 然後順帶 起訴底下的 在這個硬招架工作人 然後把你們的情況派一半說 這是假結婚 因為你在硬招架 所以你是假結婚 這樣有了解嗎 就跟我們剛才的情形 因為他賣移就證明他 是假結婚 可是這不一定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不正得他是被人責集團賣來 不是他是為了要成為印照業的一份 族裔來台灣 這個是導入唯音的一種說法 所以其實說 你剛剛說雖然形勢的 就出門很高 用這個來確定好像沒有什麼錯 但他根本就不是當案的案件 對他不是被判決的證明 然後這個人 當事人在案件當中 也沒有實際上接受調查 很多的情形 很多的情形是這個外配 已經被情供出境了 說懷疑他就會被情供出境 或是他在印照站抓到 他就會被情供出境 你根本沒有什麼機會 特別是我們現在要求不能夠 你只能擠壓他 所以會導致很多姐還會讓人回收 那我就趕快讓你進去 所以我用集團不起訴的方式 你就很快就可以聽開我的視線 然後我不用注意這些困難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是 你剛剛說排斥處置期間這件事情 不是立法意義上不存在 就有別的法 立法的情況下 我們會排斥處置期間的適用啊 所以這樣怎麼不好 我要講的是 今天其實今天的講題 不是在討論法律上可不可以 是在討論立法上我們想要怎樣 而且他說我們覺得 這是個不可以的立法 你為什麼要對於虛位婚姻這件事情 排除處置期間 他的正當理由是什麼 為什麼他是個特別的例外 那其他情況之下 因為很多其他也不符合規劃要件 但是經過五年之後 你就說處置期間 你要包 就收到處置期間的保護 那表示背後的考長是什麼 我也肯認你在台灣待了五年 就證明你只得留在台灣 你如果發生任何行政違例這件事情 或是其他的情況 我用其他的法律來處理啊 我不會用移民跟你的身分來懲罰你 在另外一件做錯的事情上 大家可以了解如果移民是個行政規定的話 就像你闖紅燈一樣 闖紅燈也是違反行政規定對不對 你會因為他闖紅燈說 我不如你當行人的權利嗎 重啟之後不准踏上公路 因為你闖紅燈 你不會這樣子去懲罰一個人 但是你懲罰這個人說 你做錯了一陣事 你違反了移民的規定 所以我要把你的生活取消 把你在台灣生存的痕跡取消 把你這個人擦掉 丟到另外的國家去 我就不用再處理你了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你其實有不良塑型好了 我是個有不良塑型的台灣人 請你用刑法懲罰我 請你用社違法懲罰我 你為什麼就把我的肚子取消 然後把我丟走你 這個是為什麼 你用另外一個東西來威脅我 所以我負擔的行為規訓 解釋自己的義務 跟證明自己的義務 永遠都比別人高 我必須不斷的在台灣社會 證明我 我是個好人 我是個職德的人 我是個比一般人都要 每天想要他的生活的道德標準 可能絕大多數人不更高 那你這個標準的存在 是不是反正我們去非難 那些違反同樣標準的台灣人呢 你其實是沒有的啊 所以其實這個考慮裡面 不是說法律上有沒有其他例子 或是法律上錯誤的設計 主要是我們講說 以個立法來講 它不該講明 它有沒有它的正常性存在 是應該由立法者來證明 對我們聽 為什麼要這樣的立法 特別是像我們講說 新民在台灣代表性 政治代表性定義 沒有足夠到 它可以跟其他群體去 論戰這件事情 或論戰這件事情 所以它是一個少數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應該由立法來證明 你這樣子定義 國際法 這樣子定義 以民法規的正當性在哪裡 這樣大概也等於死 那國有回答到問題嗎 沒有錯 這邊進階會議 好 如果我把這個問題 剛剛說到是 法律性跟國家安全的兩邊 做一個分別 然後可能在立法中 有不當的想像 它認為說 因為妨礙國家安全有很多 然後它如果 它如果想像上 它可能是針對一路配 然後東南亞的外配是 對手的國際 但如果它是要針對陸配 它拉到 它拉到土安的這個程序 因為 先把這個條文實一條 授權 它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如果拉到 它認為說 婚姻是最可能 外配是 透過 可能是 中國人最可能 透過這個婚姻來 影響我們國家來說 它拉到就很緊 那是不是如果立法者 特別針對 中國的 中國籍這個配偶 那有沒有它的正當性 我 為什麼 因為我想像 我現在是幫立法者 找一個理由 國中立法者 對 尤其 尤其又在寬鬆授權的情況之下 那 悅姻可能真的 就是透過外配來 洗台灣的人走 這樣子 對 我現在是幫立法者 我現在是幫立法者 對對對 我一直被通的事情有度 不然我就會講到一個光眼 對 其實我要先講 我對 我覺得很多 念法律的人 可能跟我們一樣 就是我們對中國的政府 跟中國的法治 很有意見 可是一個中國人 不應該有意見 就是中國人 作為一個個人 它並沒有什麼不同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這個法律 如果它是人民法規 它是國籍法規 就是很容易陷入一個 我對那個國家 或是對那個國家的政府 有意見 我就把它這個想像 移植到這個個人身上 可是其實這個個人 本身它是無救的 就是它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要去證明 它有問題的話 你不能因為它的國籍來源 去對它做不便的判斷 反而是 而且你用很多手段 老實說 如果你懷疑這個人 國外的問題 你用很多 更不受法律限制的 靈活手段 去處理這個人 而不是單純 你就是日區未婚 你就證明這個間諜嗎 就證明你是個 顛覆政府的情義犯嗎 這有點 給政府太 就是太寬鬆的 行政動監了 但的確這是很多人的 擔憂 就是擔憂啦 就是譬如說 會突然出現很大量的 可是不會啊 老實說 它可能有更好的生活選擇 你知道 我們並不是 我們商交家 你現在也不是很有錢的國家 好 因為人家很想進來嗎 好 你叫我 好 各位朋友 其他的問題 或經歷部的問題 好 第一個問題 你再多收幾個問題 好 好 那我們就先 大老師你好 我想請問人第一個問題 國籍是說 那可不可以就是 從你的脈絡再往上推一個 是你也許可以告訴我們說 對我們而言 我們該怎麼思考 說國籍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應該要 如果沒有國籍 或者是說 它到底是一個被強家 因為我們出生 對於我們台灣人而言 我們當然是 我是出生在這個國家 所以我的父母 也都已經有他的國籍 所以我從來沒有 我卻很認真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 如果我們要把所有人 一視同人的時候 我們就要問說 那國籍 大概也對我們來說 有什麼意義 它是代表說 它是為了要能夠用健保 為了要能夠被繳碎 還是說它為了能夠投票 代表是實質的利益 比方說 任何商業上的身份 什麼 它是實質利益而已嗎 還是說 它有任何必須要考量 不管是文化 種族 人種 政治認同 各種抽象認同的部分 也必須在國籍上 有任何的意義嗎 就是 從這個脈絡 理解我的問題說 來去思考說 那你到底擁有國籍 要幹什麼 再來是說 那因為我們都覺得 擁有國籍 是非常大不了的事情 我一直擔心說 人家會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會對人家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那我們就來問說 那到底今天有一個外來者 他擁有了中華民國籍的時候 對於他本身 跟對於我們現在已經擁有國籍的這些人的族群 那到底實質產的影響是什麼 如果這東西完全沒有影響 那我們幹嘛 應該一直講說 他不可以有國籍喔 他假結婚所以要踢掉 那你影響是什麼 他為什麼這麼的重大 那再來是說 如果我們錢的這個脈絡 我問來再問了一個非常蜘蛛的問題 是說 那國籍是否是一個必要的標籤 那是不是可以完全把 讓我們的生活跟國籍是可以分開的 比方說 我是在南洋姐妹會的角度來講 就是高大上的白人 好像從來沒有擔心到工作的問題啊 那他要來台灣工作生活結婚也都OK 他也可能一輩子從來也不需要簽證 不需要這些問題 那他也不用擔心國籍 那為什麼好像 就在你的影響之下 就是某一些東南亞國家 或是中國地方的國家的人 他就特別是在同樣的生活下 就遭受到這些不平等的對待的情況了 那能不能夠完全 只要說包含健保稅收什麼的 我們都不要用國籍做一個連結 那就是你是一個人 你就來加入這個會員 然後你就做這樣的事情就好 那跟國籍也完全不要有關係 謝謝 我在補充的問題就是 我很好奇啦 就請范老師幫我檢測一下 在現狀這樣被撤銷國籍的 會曾經一個心意 那樣是怎樣的存在 如果他的 他的母國 他跟本國家的國籍也消失掉 一個無國籍的人在台灣 他面對的命運是什麼 我很好奇 我不太了解這樣的存在 在台灣會變成怎樣的 那個處境 那沛翔可能也認識這樣 我會知道這樣的處境 各位 等一下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一個失去國籍的人在台灣 他那個狀態到底是什麼 好不好 那 沛翔什麼問題 好 我會知道老師的理性 這個也很重要 好 為什麼要有國籍 可是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有國籍 是 所以你們都很好 對嗎 是 出生就有了 每一個人出生就有了嗎 不一定 有些國家沒有 對 或是有些買方 有些人是沒有的 但是在台灣目前 大家坐在這裡都有國籍 大家都是安心的生活的 那對於移民來說 來到了台灣 為什麼說 擁有台灣的身份證 如果來工作 一定要有工作簽證 才可以居留 那如果婚姻移民 一定是合法的婚姻 一定是有結婚 有遺親的對象 才可以遺親居留 可是今天如果我的婚姻 上市了 我可不可以居留在台灣 我還沒有規劃 我可不可以居留在台灣 如果我沒有孩子 我就不能留在台灣 但是今天我有孩子 我還可以規劃 我可不可以留在台灣 可以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有孩子的存互權 今天如果我沒有 爭取到孩子的 救護錢 我可不可以居留 不可以 同樣不可以 那我有孩子的 救護錢之後 我可以居留了 我可以居留多久 孩子成年 我一樣被打回去 為什麼每個婚姻移民 對於擁有身份證 那麼重要 因為我可以留下來 我可以安靜在這邊生活 我可以安靜在這邊生活 就是一個 一個人 可以在這邊安靜的生活 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沒有身份 你無妨做任何事 我們要去 去做什麼 去住房子 也需要證件啊 去辦很多 無論是電話 或是開戶頭等等 這些都需要證件的 那證件從哪來的 都是有國籍 擁有身份證 才可以擁有的 那這次我以移民的身份 分享這個國籍的重要性 那對於失去國籍的移民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還蠻 就是 剛才大家有好奇說 立法的人 立法的管理 他們怎麼去思考這件事 我們去立法 撤銷一個人的國籍 他已經 取得台灣國籍之後 政府有存在去撤銷嗎 可是撤銷之後呢 所以我覺得老師問得很好 撤銷之後呢 有沒有思考 他撤銷之後他怎麼辦 送他回去嗎 回不去啊 沒有護照 然後 母國國籍也放棄了 我們曾經有一個 個案印尼籍的 他被撤銷國籍之後呢 我們要協助他跑那個流程 怎麼樣可以回復國籍 台灣政府這邊說 印尼國家是可以回復國籍的 我們繼續去看著辦 繼續去跑 我們去跑去申請 印尼政府不肯 覺得你要回復國籍 你必須人先在印尼這邊申請才可以 你人不在你什麼申請回復國籍 可是他命運沒有一個政見可以回去 那台灣政府這邊說 你至少要有印尼的一個文件 寄來說他要有什麼 台灣政府這邊看 看在想辦法 要協調還是什麼樣子 可是印尼政府也不肯發 他不會發一個通知叫做 如果印尼不給你進來 或是印尼政府 因為你的人在台灣不給你申請 有沒有 其實所以等於說 他這邊能配護生活 過著害怕的例子 那大家覺得一個 一個社會一個和平社會 因為有一個人過著很害怕 這樣子是好的嗎 好 請喔謝謝 謝謝請問 剛剛請問是用個人層面來討論 就是為什麼要國籍 這是一個事情 國籍的重要性在哪 那我要回答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制度層面 那為什麼要國籍 這就是剛剛朱瑀先生的問題 其實是個非常難的 非常大的問題 然後這個問題 其實不時法律學人在關心 人類學者 政治哲學學者 政治學學者 也都要研究這件事情 其實粗錢的講 可以說 那是一個理念的問題 很多人的爭議 其實你問有沒有 為什麼要有國籍 政治同學 為什麼要有國籍 為什麼要有國家界限 為什麼人不能自由而愛去 我在一個地方定居 就取得當地的權益跟享受 我可以說這就是 其實目前最liberal的 對新式自由與主義的想法 其實對啊 根本就不應該要有國籍 所以憑什麼一個人出生 在有錢國家 你看 你就是光比那個 個人平均所得好 有錢國家出生的小孩 他未來可以想像著 生活的機會 跟拿到的教育的機會 就完全比另外一個 平常國家來都多 可能數十倍甚至數百倍 資源的程度就不可思議 他做了什麼能力 沒有欸 我覺得這個很 你知道 就是宗教 我不知道他做了什麼能力 他可以生活在一個 比較有成的國家 所以其實 真正公平合理的情況之下 是不應該有國籍啊 人就可以自由之下去追求他的 選擇跟 跟機會 可是為什麼會 我們還在討論國籍跟國家 這件事 很不幸的我們自己覺得 那就是因為現實是這樣 但有另外一個層次的想法是 但這個一定有成就 因為我們現在很少國家會 理證詞言的講這件事 就是我們要保障國族 或是我們國家 有自己的認同 跟核心的種族 現在比較少國家會講這些 通常會對外開放 然後你不會講自己這樣的言論 所以 為什麼還有國籍跟國籍 其實有部分保障是現狀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國籍跟國籍 然後每一個國家常常有的 國家建制 一切 那個東西是沒有辦法 一瞬之間讓大家都變成一模一樣的 國家就是有差異性 那就像你剛才講的 那為什麼 好像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很常 討論在CA 為什麼是東南亞的 東北 白人好像是國人 還不清 其實有部分原因是 白人遇到一模一樣的季度 可能只要少一點點 這個就是入境之前那些面談 還要一直被懷疑 所以你是不是需要懷疑 這個會少非常多 他的困境少很多 但他一定要要走過那個 我們剛剛那個光圖 從左邊到右邊那個 那個圖境 他是沒有少的 但他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另外一個少看到 發生困難 是因為他的選擇度 如果是個負面國家的人 還有他的語言 是強勢的語言的時候 他可以選擇去的國家非常多 還有這個世界就是一個歧視 就是尊重強勢文化 歧視洛西文化的一個世界啊 就是你看 他就是他有比較多資產 你可以去選擇他要去哪裡 而國際的存在是沒辦法明明的 因為有太多的現實存在 那你說 為什麼這件事情重要 為什麼你就不能夠 全部都打掉 不要管好 讓他們就自然而然的移民 然後大家都進來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值得國籍 沒有任何條件 這樣有什麼問題呢 為什麼大家很害怕這件事情的發生 所以用各個的種種罷歸 來擋這件事情 也是基於剛剛那個 各個國家有差異的現實 所以大家擔心你什麼是來的人 會拖垮這個國家 變成所有人都 因為大家會選擇去 有資源的地方 發展自己的可能性啊 那大家都覺得資源是有限的啊 在我的國境之內 我的體積是這麼小 如果大家都要進來分析 你會覺得是一個競爭 跟壓力 會導致 這是一個很可怕 就是你會有一種 覺得後果很不敢想像的龐大 但這後果都會不會存在 但還是立即於國家的差異性啊 就是有限的國家都會擔心 別人貧窮的國家的人會大量的進來 其實你看美國歷史最明顯 美國號稱自己是移民的國家 它這個恐慌不斷不斷的存在 每個時期都有這個 只像這些人就擔心 黃禍 黃禍就是五人啊 就覺得大家都會討厭美國 有嗎 其實是沒有的啊 有一些人會去 但很多人是不會去的啊 很多人自己給他多少錢 他就說我不要離開台灣啊 其實有這些人啊 有些人就是討厭白人啊 總之有各種各種的能力 不是說大家都覺得說 我要放棄我現在的生活 只要那個國家在以前 我就要去 其實這不是大家想像中 這麼容易做的決定 它是從生產重大的決定 所以 那你用什麼方式衡量這件事情 但它還是 立即於先的現況 你不需要一定的標準 其實這標準怎麼衡量 其實是要大家去想想 你想要什麼樣的功力 你的國家認同到底是誰 這核心是什麼 台灣很明顯不會只是單純漢族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漢族的單純國家 那你是中國人嗎 很明顯也不是單純中國人的國家 所以你要再思考 其實不要這樣 那國家認同是什麼 那你歡迎什麼樣的人加入這個國家認同 如果要認同是一個精神價值 就是一個民主的民主觀 那加入這個政體 加入這個地方的人 就應該要到此一樣的想法 然後不知道他必須要 付出什麼樣的相對的東西 他進來他都要受到一樣的法律規定 一樣的義務 一樣的納稅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對不起 因為現在講的這個 跟你今天強調的重點有關 說針對這一點的回應就好 就是說 因為其實你今天的 今天的論述裡面其實就在 你或是在我的理解是 你在強調說 以法律這種很具體的 這些死板的條文 去做精神或 或者是你的價值觀的去 去評判或者是做篩選 是不可能也不實際的事情 就表現在婚姻上面 可是你剛剛提到說 就包含這位先生 或者是我們都 台灣人都最擔心就是 國族認同 或是講說就是 被惡意國家必吞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用Due Intention來講說 那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也是覺得台灣好OK 可是你怎麼知道說 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講說 我就是認為台灣 應該要被中國大陸統一 我們應該放棄言論自由 甚至在台灣的當下 甚至是土生土長的人 都有人在講說 我是要成為一個 中華兵 不是對不起 中國大陸這樣的共產黨 或者是今天也有人 就講說 我是要賣掉台灣的 我不認同台灣的 我怎麼樣 然後台灣不管他也會繼續用新台幣 你都有這樣的情況 那就回歸來 那就是說 你怎麼去解釋你自己說 在這個時候 你又提出來說 你要談國族認同 政治認同 認為他是一個 你來談國籍的時候 可以的一個因素 因為這必須一次同 他本質是同一個事情 你如何用 這種死板的具體的條文 拿去審查一個人的思想 然後判斷說他是不是具有國籍 然後你會認為思想審查 還是國籍的必備因素之一 謝謝 我先講講很難 就是第一個是很難這個事情 然後我剛才的問題 我還沒有想到說 立法條文要怎麼樣去體行處 這件事情 就是你怎麼把關 這個人具有國家認同 他可以有很多方式啊 如果你可以製作這個生活方式 長達一段時間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很適合這個女生 你是不是就很認同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是你用同樣的標準 你有沒有去看待你自己身為台灣人的人 就是你有沒有去看待他 說欸 那你講出事的話 我會要把你拒絕出事 如果沒有的話 你憑什麼把你不敢對台灣人做的事情 去對移民做的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不敢對台灣女性 要求種種的三種四個 那你為什麼對外國人去欺負他 或是對 對一個想要成為台灣人 外國人去欺負他 那我們剛才提的那點子在講說 如果你要去定一個國籍的標準 而且是破於現實上必須存在國際 現實上存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別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套體系來關於這件事情 那該思考是你聽國籍的要件的時候 是想你要什麼樣的功能 而不是你害怕什麼樣的事情發生 就是算是一個表情 我要什麼樣的人 所以我行出這樣的條件 希望找到那個適合這個國家的人 來這邊生存 來這邊生存 反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覺得你當台灣人很容易嗎 我覺得不是太容易啊 所以對啊 其實能不能夠接受這樣的條件 然後你把它成為一個大部分 好 沒有有幾個問題 好 我想要先請教一下那個 一般國的這位小學 我想知道說 是誰教育 誰在教育新住民要嫁給中華民國人 要跟中華民國人結婚 這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 這樣子 異地結婚 為什麼在你所知道的這些 這些台灣所稱的這個新住民 他們會被教育 要跟中華民國人結婚 這件事情 我很好奇 是不是能夠讓我理解 那另外這個法律人 我有一個思考 就是說 是不是你也能夠思考 有所謂的自然人跟一路民 這有兩種差別 在我的理解裡面 在面對自然人 現有的正常國家 它是沒有你所謂的篩選權 但是 對一路人 一路民 他們都具備了一個先典條件 叫做所謂的良民 那這個良民的認定 我所理解的每一個國家認定的標準 是有差異 那所以說我是說 在自然人跟良民的思維 你不能夠把它毀毀 那 我還是要提一個 就是剛剛前面這位先生 所提到的 想請教你一個是 所謂的國籍 它的授權 這一件事情 我們站在哲學的角度來看 誰有權授權 因為我所理解的 在台灣出生的台灣人 有很多是 不接受中華民國授權的 所謂的中華民國國籍 他是自然人 他是 本質的認知是 不願意接受中華民國的國籍 但是 這個中華民國說 我授權你一定要接受 這個就是 在我們在論述上面說 所謂的自然人跟國籍的概念 是不是你們能夠再從 這個 法律的 定定的 這樣子的一個 觀點 再多論述一些 好 好 好 謝謝 想請教一下 您結婚了嗎 或是在場的朋友 有人結婚了嗎 可以舉手一下嗎 我 三個女兒 三個女兒 其中一個 明天要出獎 好 好 恭喜 那 我也非常好奇說 結婚的各位 誰教育你們 跟您的先生或是太太結婚 因為我要享受性的 所謂的被認定獨戰權 所以我要結婚 性行為享受的獨戰權 OK 所以每一個人對於自己追求的婚禮 都不一樣的想法對不對 那這個誰教育出來的 其實都是跟他個人的生長 個人的生活環境所影響的 所以很多的婚禮移民 跟台灣人結婚 我覺得並沒有特定 誰去教育他們 誰來教育我們 大家都是自然而然 就是認識了就結婚 那為什麼台灣會有所謂的 販賣人口似的賈捷溫呢 這個的話也許 對我幫我回答這個 謝謝 就是這位先生剛剛提到的 就是自然人跟移入民兩個的差別 其實這個講法就 預設了一件事就是人口的移動 這件事是不自然的 但是也許在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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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這件事情是這樣的沒錯 就是所有人都除了在他自己這塊土地上 沒有發生過移動這個動作 可是你會發現其實在過去幾世紀來 人口的移動是不斷不斷的發生的 美國除了Naziv American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進去哪 沒有人不是 沒有人是從那個土地上那樣長出來 像植物一樣的 大部分人都是移進去的 然後繁衍他的後代 所以難道是被繁衍的後代 在我剛才那個地圖上 不是那個光譜上 不是最後我剛才說 寄過國籍的繼承之後 才終究被認為是我們 但我剛剛覺得這個 其實就有個很久不去的地方 所以在指引你的祖先 他比你不具有 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正當性嗎 因為你預設你是自然人 你的祖先如果他是移民 他就是不自然人 不管是第七代的移民進入台灣 沒有人是完全沒有移民背景的 如果你認真去調查 你的家族數據 你幾乎一定是有移民背景的吧 對不對 只是你追不追得到而已 所以在情況下 其實不真的存在所謂的自然人 即便你偶然出生在某一個地方 你不代表你就是自然人 那一路的人 就必須要證明自己是良民 只是因為 因為你自然人沒有做什麼努力啊 我不會就是被出生了 如此而已 因為你很可能不會被出生 就不在你的決定 你要不要出生的這都跟你不關 在那個 你說不自然的那個人身上 他移動進來之後 他生了你 就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這是 我好像只有這樣很多答案 然後另外一個是老師 對不起我剛剛忘記你的問題 另外我提一下無國籍人這件事情 其實在法律層面 如果他最後被撤銷國籍 成為一個無國籍人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件事情 會變成外交的事件 他就不再成法律的事件了 所以你會發生外交的奇怪 會透過很多方式去沿路對方的國家 說你要不要把這個拿回去 要不要把這個拿回去 要不要把這個拿回去啊 這樣 然後那個人是我的主張 這樣 然後就會發生去的人 就在台灣晃來晃去晃來晃去這樣 因為他沒辦法走 然後其實 像剛剛李時銘有提到 其實台灣很多人 不是很多人 有一些人是一出生 那就是無國籍人的 目前如果大家去研究一下 有一些小朋友 其實在台灣出生之後 他就沒有國籍 他的母親可能被前送出境了 然後他被留在台灣 然後他在社福系統長大 他是沒有國籍 他也不開 他也不知道該去哪裡 然後在美國法底下 比較特別的是 美國法並不是像台灣 是要求你必須要撤 就是認真的去拿出 撤銷國籍的證明之後 才可以變規劃成美國人 所以他們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他要撤銷你的國籍 然後把你撤破 就是把你驅逐出境 回到你原本的國家的時候 他是幾乎都有地方去 因為他有之前的國籍 就比較不容易成為 所謂的無國籍人 但是無國籍人的情況還是有 然後比較妙 就是這個情況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變成有一個小朋友 如果他是一歲兩歲 被他的父母 無證的帶來美國 那會發生什麼事 就他長大之後 有一天 突然就被驅逐出境 但你會發現他的人生 可能有一些人 你們現在二十歲 二十一歲 你過去二十年都不存在台灣 你說台灣 就還不知道任何其他的國家 你的朋友全部都在台灣 但是因為這樣子 英英法規的關係 你被錢送到烏拉圭 你從來都不知道 你這裡幹嘛的地方 你一個人 就被堆到烏拉圭去 因為你是烏拉圭籍 然後你沒有美國籍 你覺得這個情況是合理的嗎 然後那個人就開始 這有看出紀錄片 然後這些人就回到 自己的 從未認識的原生活 想辦法生存下來 滿口講著英文 然後在裡面生存下來 學習他們的身體的方式 找一份工作 也不然人家要不要 請你這個問題 吃到來個外國人 這是合理的嗎 即便他是存在 所謂的原國籍 可是那個原國 跟他的牽連 跟美國跟他的牽連 是完全不能夠比較的 那今天這五國籍 即便他的原國 因為他的母國 就一成一人 然後把他收回去 你可以想像 在那邊 如果他已經活了十幾二十年 在台灣 然後回到他的國家 光是台灣自己的變化 十幾二十年 差非常之多 十幾年前 沒有手機耶 各位觀眾 就是你可以想像 你到一個經過十幾年 變化的國家 地貌地形 所有的店面都長得不一樣 你要怎麼回去生存 其實非常困難 就是變化了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 有關係 所以我們最後的時間 我們也請這個 裔箱執行律書 來跟我們講一下 依舊 未來他們要做什麼樣的行動 然後也希望各位對他的支持 好 請裔箱 裔箱 所以拜會後我們的評估 也許近期比較不會再審 但是我們還是繼續努力的退這樣子 因為 希望讓社會大眾跟政府看見這個 這個修法過後的問題這樣子 再來是我們也是 四月底就是任法府這邊也是辦一個講座 那 訊息 出來之後大家可以分享給大家這樣子 再來是 近期可能會神那個移民法 所以我們希望說就是一九盟 成立一九盟本來就是針對這個國籍法第十九條的修法推動 可是我們希望後續就是百話文也是在參與我們一起 針對這個移民法相關的修法一起去努力這樣子 那近期我們也是在討論移民法的修法一起去拜會 如果大家有數據的話 可以跟我們聯繫參加參與我們一起去推動這個修法這樣子 像我剛才提到的就是離婚的移民 有孩子還是滿二十歲他還是鼻觸近 那近期我們也是希望在修這個移民法的過程 可以把他修法的系列這樣子 希望大家可以參與 謝謝 好 所以歡迎一位朋友們持續關心我們相關的活動 大家就可以掌勤關注法律百萬人運動的網站以及臉書 然後一九盟他們會定期的發新聞稿 然後各位也會關注這個南亞台灣姐妹會的網站 都有相關新聞的提出 那今天因為時間也關起我們的哲學星期五到這邊結束 那歡迎各位下個禮拜再繼續回來哲學星期 那我們再次熱烈一掌聲 感謝一下我們今天的講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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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